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彤 台灣總統大選在1月13日落下圍幕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與搭檔蕭美禽爾558萬票宣布勝選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第一時間表示祝賀 他表示美方期待與賴清德先生 以及台灣各政黨的領袖攜手合作 一同追求我們共同的利益和價值 並且推動我們長期以來的非官方關係 我們有信心台灣將持續成為 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繁榮之人的典範 英國外相卡馬龍也透過新聞稿表示 這場選舉是對台灣蓬佩民主的證明 他恭賀台灣全民 那即得以及民進黨進行一場平順的選舉 期盼台海雙方能有新的動能 在不受威脅、武力或脅迫的情況下 以具有建設性的對話和平、化解分歧 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則宣布 將向相關委員會各主席提出要求 希望能率領代表團前往台灣 出席內政德於5月登場的總統就職典禮 以表達眾議院對安全和民主的決心 前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顧問袁茂春 在X平台上用英文寫下 這就是中華民國在合法政府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合法政府的原因 祝賀賴清德成為台灣新總統 但更重要的是 祝賀台灣人民享有了不起的民主 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在福克斯新聞的採訪中表示 自由的台灣人 即選舉結果勇敢表達 面對來自中國最近幾週所有戰爭言論 台灣人民拒絕被恐嚇 他強硬發聲 現在全世界都應該滿心自問 為什麼在這次選舉之後 我們其他人還要害怕習近平這個侵略者 現在是美國支持堅持自治的自由人民的時候 台灣這次大選成為世界的焦點 很多國家的媒體紛紛報導這次盛況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的 一名資深特派員巴默 在看到台灣民主蓬勃發展 造勢現場的熱鬧程度 由如美式足球賽事巴默心想 這是一定讓習近平很不高興 一個受訪者對他說 你能想像我們生活是一個不允許批評元首的國家嗎 這個永遠不會發生 日本主要媒體14天以頭版頭條 報導台灣總統選舉的結果 指出賴清德當選 台灣將維持現狀 繼續走向親美路線和對中共強硬路線 日本五大主要媒體 也就是產經新聞、讀賣新聞、日本經濟新聞、 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在其相關文章中 對中共及其黨魁發出呼籲和證明 證明中共應該為民主的干預和攻擊 感到羞恥不能再犯 其中 《獨賣新聞》的社論呼籲中共習近平政府 面對台灣大選的結果 應該尊重台灣民意 克制對台灣武力壓迫的言行 社論指出 台灣選民選擇了繼續現任政府 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的路線 社論還說 中共認為那稱得是獨立派 對它懷有敵意 但是越用武力威脅新政府 就越會加速台灣居民遠離中共 習近平政府應該認清到 這種情況對中共沒有好處 應該與台灣進行對話 《日經》的社論也持相同的看法 社論中指出 《日經民主法》的台灣 繼續選擇與共產黨獨裁體制的中國保持距離 其意義是在於中台的維持現狀 中共有必須尊重台灣選民的民意 克制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產經新聞》的社論指出 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正在加大對台灣的吞併壓力 台灣民眾透過大選 展現成熟的民主主義面貌意義重大 社論中還警告中共 應該為對民主的干預和攻擊感到羞恥 不能再犯 對於即將在5月上路的賴清德政府 中共也應該克制各種騷擾行為 與此同時 中國大陸傳出消息 各地紛紛衝塌 以特殊方式 在此向賴清德 向台灣人民表示祝賀 這消息來自社交平台X 一位網友說上海有人在放煙花慶祝賴清德獲勝 時間點康好與賴清德宣布獲勝相同 消息馬上引返網友熱議 很多網友表示不僅僅是上海 自己所在的城市也有類似情況 幾位網友證實 我在上海全程觀看了賴清德獲選的直播 也聽到了上海的煙花祝賀聲 我在上海郊區確實聽到了鞭炮聲 還以為今天是過什麼節日 不過也有網友質疑說 不太可能 因為上海外環以內不給放煙花 過年都不行 根本就買不到煙花 隨後有人解釋說 都是去蘇州買了帶回來 哈哈 每年都放 愛環以外能放 迪士尼天天放 其他各地的人也紛紛表示 今晚青島到處煙花 難道是因為慶祝賴清德當選總統嗎 那就太好了 呼和豪德 海量雙圈也聽到了二踢腳跟煙花的慶賀 坐標合肥 剛才我也放煙花慶祝 雲南也聽到煙花聲 當時還沒有反應過來 我們這個城市也放煙花了 就在剛剛一位台灣網友驚呼說 真的假的 這個是在沖塌爺 大陸網友紛紛告訴他 其實國內大部分都支持賴當選 祝賀民主的勝利 祝賀賴清德 肖美琴高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副總統 誰也沒想到台灣總統大選 就這樣拉近了海峽兩岸人的心理距離 這是因為不管是海峽兩岸 還是中美之間人追求自由 民主的心完全相同 一位台灣網友被大陸網友的善意感動 他們紛紛祝願說 很期待中國民主 上海一定要先起來 台灣贏得民主勝利 在共壓之下而不貴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第一個示範 期待內地燃起希望 感謝對岸的朋友、同行 台灣好樂意作為點亮中國民主的明燈 這是在在線下發生的衝突 而在線上同樣出現了集體衝突的景象 台灣選舉結果出爐後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 13日晚上聲稱 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 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 他這番表態隨即引發大批中國網友的嘲諷 由於留言較多 我們在此僅僅選擇其中的幾條 大陸網友他們說 人家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來 你在這裏說不代表主流民意 是我才疏學淺不理解這個世界了 大家都知道是什麽回事 不要自欺欺人了 全民投票不代表主流民意 這是什麽新理解 一個泱泱大國害怕自己的網民留言 難怪很多外國媒體批評你 批評中共輸不起的不僅僅是大陸網友 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子五典 在日本的政論節目中 也對中共進行了批評 小野子說 中共批評民進黨不能代表台灣島內的主流民意 給人一種不復書的感覺 他表示雖然到目前為止 中共尚未採取任何極端的軍事行動 但是能進黨繼續執政 可以想像中共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軍事行動 小野子強調 對於中共的行動 日本必須具有當事者的意識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 台灣總統大選在1月13日落下為幕 這一日正好是蔣經國先生逝世36週年紀日 這一刻是如此巧合 或者這是蔣經國先生 對台灣人民的一種提醒 在X社交平台上 華人網友他們紛紛用蔣經國先生前言論 向他表達敬意 有人引用蔣經國在1982年10月 對美國新聞周刊所發表的言論 蔣經國先生針對一國兩制批評說 中共不守信用 任何期望中共允許台灣和大陸統一後 能保留單獨的社會經濟制度 是不設實際的 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 的政治生活 他深切認識到共產黨乃是魔鬼和兇手 他說共產黨所有威脅 理由 欺騙 分化之伎倆 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血氣放肛之青年人 以及狗且偷生之徒 最容易上當 一入圈套即無法治北 對於今天的台灣年輕人來說 蔣經國這些話提醒得實在太及時 大家知道中國短影音平台TikTok 在台灣越來越風行 已經成為中共對台發動認知作戰的新戰場 TikTok因為具宗之背景而引發各國政府的疑慮 特別是其母公司節節跳動 被認定恐為中共政府提供用戶數據 台灣政府2022年底以TikTok危害國家之通安全為由 禁止公務部門及所屬機構使用 不過由於民間美受禁用限制 TikTok在台灣年輕人間越來越風行 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計劃主任認為 TikTok用戶有很高比例是俗稱的政治小白 也即對政治缺乏基本認識的羊群 也對網絡傳言言聽計從 這些人正是中共認知戰的重點鎖定對象 台灣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余忠基 此前指出各種證據顯示 TikTok實際上是中共對民主國家 進行認知作戰的重要平台 可以透過大數據方式 掌握使用者的個人編好、喜好內容後 再穿插改變認知的影片與信息 進行影響潛意識的操作 認知戰專家沈百陽 也在去年12月16日在政論節目 正經最前線指出 沈百陽指出 多達600萬用戶使用的抖音和微博 是台灣當前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 他還指出 Youtube也是中共網軍重點的經營平台 而Google當年1月至9月 就移除了中共5萬8千個網軍頻道 著名經濟學家何青年認為 中共對台灣的未來盤算放在年輕世代身上 而TikTok就是中共爭奪台灣青年的洗腦工具 他說TikTok和小紅書對台灣年輕世代的持續定向投位 在台灣越來越豐行 自然成為台灣政治人物宣傳理念的 新管道和中共對台發動認知作戰的新戰場 他在文中警告說 就算綠營這次獲勝 這些長期依賴TikTok獲取資訊的台灣年輕世代 仍然會繼續找符合他們想像的政治代理人 4年後的台灣將不復今天這般光景 而沈百祥此前更警告說 台灣真正的危機已不是TikTok本身 而是大學教授被滲透狀況 比想像更嚴重 他推動代理人發時 就有委員跟他說 全台灣一堆老師都會被你登記為中共代理人 由此可見 台灣教育界所受的影響之嚴重程度 而就在台灣面臨這一關鍵時刻 兩掌日記等資料文件 於2023年回到台灣 這對於台灣而言有著重要意義 台灣前國防大學證傳學院院長怡忠基指出 從台灣的現狀可以看到親共政黨在地協力者 對於中共的暴力及謊言本質認識不清 在重韜過去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歷史失敗的覆設 他們也對共產黨充滿了不切實際的期待 幻想令人憂心 如果國人不記取這樣的歷史經驗教訓 還是對中共有錯誤的認知 或是被其認知戰所影響 很可能會再面臨當初1950年代的國民政府一樣 台灣可能被共產黨摧毀現有的民主、法治、自由的人權根基 在13日當日 蔣經國先生當年的一份施政報告重現網絡 這是他於1978年2月21日所做 經國先生說 共產匪黨無恐不入 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不受到共匪分子的 顛覆和滲透 共匪也積極想滲透顛覆復興基地 但我們確實掌握了自己的政府嚴密的保防措施 及早發現共匪滲透並粉碎共匪的陰謀 因此我們只能在安定的環境中過自由生活 我們說 今天在台灣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再一次順利進行了總統大選 這次選舉的本身就是與中共的巨大對比 1982年 前蘇聯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異議作家 索爾人黎琴應邀訪問台灣 他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 相信台灣朋友中 還有人記得當時的情景 他說 台灣是全世界受到赤化國家中僅存的政土 由於海峽遼闊 台灣就成了中華民國所留下的一個復興基地 33年來在這裡不斷向全世界顯示 如果中國大陸不輪入共黨之手 整個中國就會達到一個 好像台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平 索爾人黎琴特意提醒台灣人 貴國的經濟成就和民主富裕有雙重特性 一方面它是傳足我人民光明希望之所記 另一方面它也顯露出你們的弱點 因為所有生活富裕的人容易喪失對危機的警覺 沉緬今天的生活 結果可能失去了抗敵意志 我希望並呼籲你們能夠揚起這一弱點 在你們物質生活有所成就的時候 不要讓你們的年輕愛弱到 寧願做敵人的俘虜和奴隸 也不願去戰鬥 今天我們將索爾人離禽的這段話 送給台灣的朋友 送給台灣的年輕人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你訂閱這個節目 我們的節目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歡你的節目請幫我們點個讚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多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